到花莲了 9点半准时开买 台铁编赃 咱们也买一份吧 小月 成功 我们买到了台铁便当 一个鸡腿的 一个排骨的 对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去花莲嘛 然后车是两个半小时 也可能会跨过中午 所以就在车上吃了 我们现在在买台铁的票 这就是售票处 什么情况 买到花莲去坐台铁 台铁 对 然后他给了两张票 是10点24的 10点24的 他说45都赶不上 赶不上了 那一小时之后了 那就不着急了 两个人已经坐上了台铁 然后去花莲的方向 我想带大家看看台湾的铁路是什么样子 在脚前面呢 这边有脚踏 而且这个这个距离非常的大 对非常的长 如果要飞机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有一个小的出租箱 然后这儿呢 这个是桌子 小桌板上面还有这个整个这个坐舱的一个布局 可以看到 然后打开之后呢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桌板 然后在这儿呢 有一个挂钩 可以挂个书包 那下面呢 还有放杯子的地方 上面呢 是放行李的地方 这边有放大件行李的位置 然后呢 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母婴室 这儿是洗手间 整体还算挺干净的 台铁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大家会在上车之前呢 提前买一份台铁变灯 然后现在在车上我发现 大家一上完呢 就多把这个变灯拿出来 自己在这吃 然后我们也买了两份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我们买的是什么 太温柔了 参差经过 我当心里的手边夹 我们要吃变当了 我的是鸡腿饭 你的呢 是排骨饭 然后还有豆干好像是 你这看着不多 还有一个蛋 还有一个卤蛋 有一个鸡腿 还有一个鱼花 一块鱼 然后还有卤蛋 还有一些青菜 我尝一尝 比较轻蛋 鸡腿好吃 嗯 嗯 比较清淡 嗯 好吃 好吃 又笑了 嗯 吃得笑了起来 就是以前最爱吃 城隍庙庙的鸡腿饭 然后这就很像 然后这就很像 这是什么排骨 排骨饭 你看它这个排骨 这么大个儿 嗯 这么大的排骨 我还以为是那种一截截的排骨 嗯 嗯 它饭还挺好 它米饭还挺好吃 嗯 不是那种很糟的那种 盒饭那种米 还挺好的 挺肉的 嗯 对 嗯 还有 这个是什么 这是鱼吗 好像是鱼 一层一层的这种豆干 嗯 这个还挺好吃的 我们从台北站出发 一路南下 品尝着承载着 台湾铁路旅行记忆的台铁片灯 风光从城市 慢慢变成田野 直到大海 出现在眼前 比起飞机 我们更喜欢坐火车旅行 听着火车咔嗒啪的声音 看着眼前变化的风景 经过的每一个车站 仿佛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不知不觉 我们来到了花莲 到花莲了 这儿有一个 花莲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就在这条街上 是在这条街里面的一个民宿 小街道有好多的树 挺好看的 而且你看 这个老丰田 感觉很复古 是吧 这个红色 就现在这个画面被拍片 好 这个是中流纪念公园 这里面还挺漂亮的 进去看看 中流纪念公园是为了纪念台湾和日本冲绳县的友好关系而建立的 公园里植被茂盛 巨大的榕树把天空都遮盖了 我们为这里独特的宁静感所吸引 像是一个公交站 真的好看 对 这棵树扒在石头泵里面 看这个巨大的树 像是一个老人 长了好多的胡子 长长的胡子 真的很壮观啊 感觉 好 你刚才不是跟我打招呼了吗 这是战斗机 写着叫 美国高级绿芯 对 你看这个项目 太想加油这 利用紫外线光检菌 可以拿下来的 你要投避它才能处置 哦 就跟那加油是一个原理 对 然后加水站的旁边还有一个自住的洗衣店 里边洗衣机烘干机都有 看完这 啊 还香香的里头 设备不错 没有人 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嗯挺干净的 这应该是洗衣机和烘干机 你看大型中型 对吧 嗯 然后洗 你洗什么衣服 选什么桶 中型70元 大型100元 刚刚呢 我们去租车 然后他们跟我们说 从太鲁阁往阿里山这条路封路了 对 因为最近下大雪 没想到我们来的这几天 台湾竟然大降温 对 这是说是三年一遇的雪 嗯 让我们赶上了 然后我们的车呢 又没有死需 所以只能改计划 即使我们的旅行计划 因为天气改变了 也不能阻止我们去夜市吃吃喝喝 来台湾旅行去夜市是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夜市不仅能品尝道地的美食 还能深入地体会 台湾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台湾的文化 这个夜市的特点是前面是做饭的 宽过去后面就是全是座位 那种特别大的厂子 就是咱们买完之后 咱们可以进去吃 不是在外面站着吃 那还很好啊 要不然现在很冷 对啊 所以说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那个综合锅是什么呀 是汤的 好 是这种小锅 小锅 好 这边 哇 这么大呢 我天哪 这是感觉跟那个农村那个结婚那种 大喜 有点像那种 就是韩国的有一些摊也是这种吃 是吧 前面买东西 后面有地方可以做 那还行 而且你看都是那种塑料布搭的棚子 对 这还暖和一点 那咱们要一个中火锅 有臭豆腐和鸭血的 要一个 然后辣度 咱们要中辣吧 好的 我尝尝 这血豆不错啊 而且是辣的 对 它里面有这个臭豆腐 它臭豆腐是这种 你看里面有气孔的这种臭豆腐 应该很吸汤 然后这有鸭血 然后下面还有粉 还有一点金针菇 然后 这个汤也可以喝 我看到它就是对的特别简单 里面还有酸菜 我刚才往我的料里面放了一点点 后面的那个辣椒酱 还有蚝油还可以 味道就起来了 而且我觉得臭豆腐还是有一点点那种 臭香臭香的感觉 还是挺好吃的 但是我最近这几天吃饭呢 你发现其实台湾这边很不太吃醋 就是那种米醋或者熏醋 前两天吃面给我的醋是那种白醋 我在这些地方也很少见到那种 就是像酱油色的那种深色的米醋 感觉这酱还挺辣的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这种冷天的时候吃这种带汤的简直太舒服了 这麻辣味还挺给力 就得吃辣 我发现它这的酱辣酱特别爱放豆豉 豆豉也是一个特点 其实豆豉我是特别爱吃 因为我特别爱吃豆豉鱼 对 豆豉一罐子 感觉夜市上人了 是吗 好想吃 请问这个是什么水果 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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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番石榴 番石榴 这个红的呢 也是 也是 是甜的吗 这有莲雾 对 这个叫莲雾 是吧 我想吃这个 那就要份这个吧 来一份莲雾 谢谢 对我之前看到有人吃这个 就感觉特别像什么长生果 我感觉 这个叫莲雾 很好吃啊 嗯 嗯 嗯 这什么味道 酸酸的甜甜的 哎 好吃 特别清爽 好脆啊 我感觉它结合了梨 苹果 嗯 哎 有点像梨 我后边的味道感觉有点像梨了 梨 但是它吃起来又 又没有渣渣 然后还有一点清 很清的那种味道 嗯 像吃一个树叶的那种感觉 嗯 反正这里边味儿挺多的 嗯 嗯 三四八七百五 八零和一百 谢谢 这是牛肉吧 嗯 嗯 好谢谢 它好细致哦 是吧 它说这个没有颜色的是牛肉 天哪 我看 没有颜色的是牛肉 对 对 嗯 对 它烤好了之后放在那个保温袋里面 还保温袋 对 然后人来取 什么叫保温袋 哦就是它那儿有一个保温袋 对那儿有一个保温袋 细节啊 嗯 还冒烟呢 嗯 嗯 烤的挺好吃的 嗯 实在肉是吧 对实在肉 嗯 绝无科技很多 对 羊肉你就满足了吗 这甜是真的羊肉 太好吃了 好吃好吃 好吃 你好 要一份猪血糕 要不要辣 嗯 要 嗯 猪血和糯米还是什么米混合在一起 然后 然后蒸的 好像是 对 我刚才是这么查的 然后外面裹着花生粉 然后而且它给我刷了辣椒酱 感觉像 吃那种糯米的感觉 嗯 嗯 有一点甜 外面好像是那个酱有点甜的味道 那为什么叫猪血啊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猪血 哦 里面有猪血 对 它是一种糕 但是里面又有这种动物的 对 对 猪血和米混合在一起的 这个猪血糕是我吃过的最 最混乱的一个食物啊 就是它是一种糕点 但是呢 吃上去呢它外面的酱呢 又是那种甜辣酱 然后它这个糕点里面呢 又有猪血 哎 我就感觉很奇怪 但是又很好吃 又有那种很浓的糯米的味道 又很像是北京的那种 驴打滚的那个糯米 嗯 然后吃起来又是甜甜辣辣的 是 然后混着它还放着香菜 又 你说又甜吧 然后它又咸 哎呀就是 你只能自己吃 才能感受这个东西 是多么神奇 哦 这叫鸡心椒 然后我买了两个饮料 两个饮料喝 一个是维大利 不用了 直接喝就行 对 一个是台湾无私有 好吧 把这拿去 嗯 好 哎 谢谢 来 尝尝这个维大利 我就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很复古的一个饮料吧 这好像 这好像小时候喝的那种就是 橙汁 橙汁水 黑加轮 什么 像黑加轮吗 我感觉像那种特别小的时候 嗯 喝的那种 台湾的朋友啊 这个维大利是不是你们小时候喝的东西一直到现在还有 我感觉它包装特别像 对 很多年了啊 你看这边 其实 这个夜市 它不光是有夜市 还有这种广场 就大家可以买了东西 坐在这个广场上吃东西 虽然寒流来袭 天气寒冷 但仍然挡不住大家对美食的热情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自驾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了 这也是我们此行花莲最期待的行程 这第一天 今天我们要去租车 去太鲁阁国家公园 还有那个清水断崖去看看 那个大海啊 蓝色的大海 这小饭团 那是 给我拿一个泡菜味 泡菜 泡菜 然后我们这个车子的话最贵啊 赔到最高是一万 对对 那你可以拍或是 行 那你有送三个跟我讲吗 我会帮你挂一下 好的 好的 我就看一眼这个车 对吧 挺新的 这个新的 它这个我们这是去年7月 新车 这是排量是多大 1500 1.5自然吸气 对 自然吸气 这是我们租到的车 台湾叫Vils Vils 对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车 是哦 它有Camery吗 有有Camery 对 那个很很流行 这台好像也没见过 就感觉它的家族的设计啊 都有点像 对 但又不是完全一样 对 它这台是头塔最便宜 最便宜的车了 就是比较紧级 这个有吗 哪个 这个Artist 这个有吗 还是连这个 这我也没见过 哈哈 好奇怪 但是感觉都很像嘛 它都是那样一过来一个logo 对 这个比较高级 对 对 对 399663 好的 这开暖风怎么开 暖风这边 我干嘛 好 好的 这是风亮 这是冷 它做给你的 好 你可以先去买东西 好 好 谢谢 拜拜 在出发之前 我们两个人先补充一下 来来来来 找什么 满汉大餐和喂一味品 泡面吧 你看 这个台湾的臭豆腐锅里面一定有臭豆腐 方便面里竟然真的有臭豆腐锅 对 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臭豆腐 我以为方便面里就是跟盒上画的是不一致的 结果你看看这个盒 这个盒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你看 然后它真的有 而且它里面有一点肉末 嗯 肉 真有肉 然后再看看我这个 我的这个是 你看这是牛肉 然后里面真的有牛肉 有点夸张 嗯 很好很好 然后我们两个人还每人加了一个茶叶蛋 你看我这也是茶叶蛋 因为它711 就是一定有茶叶蛋 一堆一堆的 而且现在关东煮都没有了 都有茶叶蛋 不过还行 茶叶蛋就是吃完了就能很快有饱腹感 嗯 对 记录一下这一刻吧 同志们 准备好了吗 第一次 第一次在台湾开车 准备 开始了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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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sem 这个助名的牌楼 嗯 东西了 很期待今天的旅行 我们要去白杨步道 中横公路 是第一条贯穿台湾险峻的中央山脉 将东岸与西岸连接起来的横贯公路 而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段落 是横贯公路峡谷风光的精华 两侧深深的峡谷 是急速造山运动 与利物锡侵蚀而成的杰作 此刻请放慢车速 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tota Fear com 我们的感觉 专中 我们的感觉 九几栋的变形大理石 欣赏太鲁和峡谷 有些发现黑白相间形成柔软而流畅线条的大理石 确实我看到了特别不一样 有点白色呀黑色相间的 而且感觉用水冲发的那个石头特别的光滑 真的是修建的一个很好的厕所 后面是整体特别和谐 像一个石头板一样的这种材质 然后里面是露天的 对露天的 九曲洞是一条穿过大理石山沿的隧道 隧道最初是日治时期为了便于运输开造的 全长700米 隧道内共有9个弯曲 所以起名九曲洞 在洞里行走 可以观察到太鲁和峡谷的复杂地质结构 也可以更了解台湾的自然环境 他 phải tingui XXXXX C mineof XXXX XXXXXN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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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XXXX4 那可以靠近 可以靠近 对 他尽量不要卫士 不要卫 他这边说我从哪里抢 主要是注意手机 别让他把手机拿走 把电话拿走 他会给你家人打电话 你好 哎呦你看你看看了吗 看了吗 对 你看他非常厉害啊 嗯 他以为我要去抢那个吃的 我的妈呀 像我们车上来了 你太冒昧了吧 你太冒昧了吧 他在往车里看 你看见了吗 嗯 我天呐这是我的车 你要干什么 不是你别你别一下啪的一下就跳到床 我靠 我天呐 这悟空太厉害了吧 完了车损定损吧 我定一下损 有没有 伤痕 应该没事 没事 应该是这个呗 他竟然抢东西 他把小孩手上东西抢走了 他是抢你的吃的吧 他抢美美的 他都会抢 这是饮料 但是他不会打瓶盖啊 还是会抢 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 我怎么还要下回必要 这个厕所的门是防猴门 啊 是这样 防猴门 你看他自己会关 自己有弹性 真是太细致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白杨步道的入口处了 太鲁阁国家公园呢 给我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 建设的非常的方便 各种配套都有 然后呢 又跟自然的特别的结合的特别的好 所有的建筑呢 都不会影响这种自然环境 而且他在白杨步道这边设置了一个 停靠站 然后大家可以在711里吃东西 对吃东西 然后上厕所啊什么的都可以 这个就是白杨步道前面的虚手间 建设也是这种岩石 它跟那个山体的岩石都很很一致 还有洗手液可以用 来 用个洗手液 白杨步道的入口 氛围感拉满 直接进渡 这有点厉害啊 是吧 直接去隧道 是 而且这样穿过这个公路 小心啊 还在准备你装备是吗 对 很长啊 这个隧道 白杨步道的一个导览图 步道等级一级 其实还可以啊 两个小时往返 然后从这边中横公路 一直走到这边停车场 然后再往下走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景色 一直到最后是水帘洞的这个地方 应该非常漂亮 左边这块都是反光板 你看看到跟公路上一样的那种反光板 黄色的 这块就全都是俘手 它是上坡 是 然后尤其它又很黑 所以说回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对 一边走那个水 能感觉从上面滴下来 有的时候你走着走就会黑吧 那个水会蹦的一下滴到你的面前 是 你害怕吗 有幽闭空气症吗 有点害怕 有一点是吗 因为这隧道风太长了 得有一公里 给看看 对 应该是有 能看到这个洞 就会知道 是 是 哇 嗨嘿 让我想到了一个恐怖万发 我觉得这个隧道很像千里千寻的隧道 对啊 穿过去以后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在吃 走吧 我们刚才被提醒说一定要把这个饮料放到包里 就是它那个猴子会抢 你看它正在这看着咱俩看见了吗 你看 对 它现在就在看 它现在正在伺机的想 开始进攻 紧箍咒了啊 嗯 悟空 你这泼猴 快快收了神通了 快去吧 哈哈哈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到泰鲁国国家公园了 才发现想起来 这竟然是免费的 对 完全免费 没有没有售票处 嗯 这简直 没有 太不像话了 哈哈哈 而且都没有什么收入点啊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进来了 我们就开始徒步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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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落石啊 你看长落石 后边后边 再走 继续下一个 你看 你看那个云的层次 特别好 这是来启游用的 你拍我我拍你 我们现在头顶上就是悬崖 小雨单方这边一点 这边是经常会有落石 但是这个屠波道确实挺好的 很值得来 尤其是在阴雨天气 我没想到这个氛围感这么满 一边走一边下的小雨 我感觉肉眼都能看到这个雾在动 终于换上到翠崖了 换上防雨衣了 其实这个穿的不是很专业 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户外的衣服比较管用 对 就是因为这两天实在太冷了 我以为今天会很冷 所以穿了个毛衣 对 我们来到一个桥 然后这边是一个老桥 后面还有瀑布 然后这下面给你们看看 哇 真长呀 我们来到这个山沛 我们来到一个山沛 我们来了 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来到这个山河 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山沛 那么大人 往复后 到了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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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看看 这全是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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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洞里被巨大的水流伤包围 我们几乎听不到对方说话 转角出 后部一样的山泉水 在黑暗中从天入降 衣服和相机瞬间被水流失 转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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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到里面已经完全不知道 我就突然走到一个瀑布里面了 突然水就降下来了 对 然后我不知所措 整个身上全湿了 你看 镜头上都是水 每次旅行回到家里 看到拍摄的这些画面 都会觉得非常的怀念 怀念那些风景 怀念遇到的每一个人 当然 也有不少遗憾 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做到更完美 花脸 我们还会再来 明天 我们又要继续出发 小火车要带我们去 阿里山 下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跟阿里山 在路上 下车 在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阿里山 在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阿里山 像下撕开 你看看这个 每次撕这个都要先吃那个菜 看清楚了 这一边 有一点 进行 Ooh 这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